日月潭水越来越少 码头扶牌下降10公尺 有游客说看起来像国庆的乔耸云天一样 尤其是年纪大的 还有小朋友表示 经过的时候非常吃力 是有点危险 带小朋友这样走会不会觉得 很不心爱 就蛮危险的 很喘就对了 很喘啊 这个坡后面很陡 有 有哦 不要害怕 有没有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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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露差会不会让你有些不便 会啊 当然会啊 而且很累 很累哦 对 而且很危险 下雨天都会滑倒 哦 没好陪吗 这个哦 对 那会比较比较 还是老火又吃了 哎呀 老火又危险 老火又危险 没好陪哦 没好陪 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哦 对啊 你驾到驾驾咧 对啊 老火的人啊 码头浮排的倾斜度大约18度 虽然有装设防滑的设施 但是游艇业者会特别提醒游客 注意安全 因为水位下降了在10米左右啦 那那个码头的引桥 它的坡度已经比较大 就是要提醒游客上下那个 斜坡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 因为那个 引桥的设计的话 它就是水位越低的话 它的斜坡 坡度越大 每年日月坛都会出现缺水的情形 但是今年特别严重 游艇业者希望日馆处针对码头浮排的设计 要做出因应 让游客出入更加安全 因为最近这几年都有这样子的情绪 如果可以我们希望说 日馆处也能针对这样未来一个气候变迁的状况 水位巨浮的这个下降 来改良 针对这样的状况来改良它的设施 针对码头出入的安全 还有游艇行驶 日馆处每天都有进行密切的监控 那我们也根据现场的状况 我们每天都会派人 到各个码头服务团的船序去做一个检视 那如果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关闭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有已经按照目前的水位状况 已经关闭大概四成 那还有将近六成的一个船席位 可以提供给船舶来使用 为了兼顾游艇的行驶 还有游客游湖的安全 目前日月潭的码头有部分暂停使用 必要的时候会做出进行的决定 记者发红坤南投县采访报导